叶打击亲眼看见了 你想 她都看见了 那不就等于 全小区的人都看见了 要不说不能怪别人 就比老丈人无能 袁硕 儿子刚换电路了 来来 我来 我来 爷爷来了 爷爷来了 我先出去了 看我儿子 我先出去了 你这么早干吗去啊 小姐 请问营娇哪位 营娇 小姐 我鼻子我不在 您突然就这么进去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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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 别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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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你找 我帮你找 您好好说一下 我现在在 赶紧 还这么回事 一钢宝宝 凭什么给你啊 这是余总的烟钢 咋会来要赔的 同一讲 这可是公司的财产 你要是砸坏了 你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你谁呀 吕丁 余总不在这里的时候 我全权负责 跟你没关系 你把余福亚给我叫回来 这里跟余总也没有关系 是人家风投公司硬要投的 那么多钞票摆在那里 余总不找 你当他傻呀 这是我爸的公司 余福亚凭什么做主 小姑娘 这你要搞清楚啊 你爸可不是法人代表 再说了 这是人家风投公司的规定 大家都是在规定办事情 推得挺干净是吧 余福亚可真有本事啊 想把你们干得勾当 一笔勾交了是吧 小姑娘 这件事情啊 你就要零零清楚了 如果说人家风投公司 搞清楚了股权的问题 余总想投 投得了办 所以这件事情 你还是去找风投公司凯特李 行 你把他电话给我 我去找他 我怎么可能有凯特总的电话呢 我的级别不够啊 要早能直干小配方 那他什么时候来公司 这个就不好说了 也许嘛 月初 对了 月初一般他都会来视察 把项目的进度 到那个时候 也许你印象好了 能碰到他 好 你告诉月初才 我还会过来找他呢 这个就是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可不可以再放大一点 姐啊 咱这像素就这么大 只能看个大概 可没法整个跟照片那么清楚 那 看看日期他什么时候来过 行 那我给你看看吧 他月初的时候来的比较多 月中一次 月末来过一次 晚上一次 剩下的就都是白天来的了 行 谢谢啊 好嘞 十倍 少一个点 这合同哥们儿都不能签 哎 许总 你太幽默了 一个点是你跟姜董之前 早就约定好的 没错 可你知道 为了一个点 我给姜德顺公司 卖了十年的命啊 十年才熬一个点 但是你这几天 你要翻十倍 你这不是做低药价吗 哎 福财 话不能这么说 什么叫做低药价啊 没有我们这些股东 姜德顺公司能有今天吗 以前姜德顺 给我们这些股东 描绘了一个大的蓝图 什么A股上市 H股上市 多好的前途啊 没想到这背后横插你 这么一程咬经啊 跟人后边搞合资了 可是现在盘子比以前大了很多 盘子再大 那是别人碗里的餐 能让你随便嫁吗 你也够孙子的 咱们聊合同不聊别的 好 就聊聊你余福财 多吃多摊多占的事 你可以 我三兔子为人不可以 你打算怎么着吧 你直接说 兔子急了能登婴吗 我今儿来就想告诉你 这块肉 我吃不到 别人也别他们想吃痛快了 合同的事 你想清楚了 咱俩再聊 得 我最多也是底线 再给你加一个点 你太懂了 聊半天你就给我加一个点 咱俩真别聊了 一样 都没有 一样 不应该不应该出来 看 啊 去吧 李总 来 看 快 这盒头 回处 这盒头 那边怎么样 别提了 姜天那个小丫头 跑到公司里大闹了一场 又骂人又砸东西的 还好 我把她打发走了 我估计啊 就是姜德顺 她派她去的 你没叫保安 我 保安已经被她收买掉了呀 姜德顺 这是准备跟我正面开私啊 那小丫头 我 姜德顺 蘇总 姜德顺 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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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这次玩大了 身家性命得大了 借钱玩户票 别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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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真的玩陷了 全怪你们江总 如果他不去美国 我至于把那钱 从你们公司里撤出来 都攒股市里吧 你看看我现在这 你看您这话说的 您这江总为什么没来呢 帮您找大雄去了 对 他跟大雄谈 您欠大雄的钱呢 再宽限半年 半年之后您自个儿还上 这是真的吗 跟您开这玩笑干吗 半年足够了 半年我就绝对能接套了 高兴了吧 我说您当时为什么 把这股份转当给余福财 让江总那么被动 您真是的您看看 别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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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走了吗 不行 那江总说了 让我们带您先吃饭去 赶紧的吧 快走啊 快快快快 带我去洗个澡 行行行行 刚刚这几天脏死了 那狮子都出来了 哎 爸呢 爸刚才说了 那咱俩先吃 先蒙等他了 对了 今儿你怎么没去余家馆呢 我去找余福财神账去了 他竟然都不敢出来见我 我说媳妇 你虽然说伸手矫健 但是你是个女的呀 那万一有什么闪失的话 我跟小幸福 那我们还活不活呢 你当我跟你爸似的呢 还能让保安哄出来 那这么说他们没哄过呀 他们敢 就是那无业管理处的经理 洪姐他师哥 听说我爸的事气坏了 女帝那小子打了八个电话 人家就是安民无动 这位行了 这位姜叔爸再要回公司 那都方便他了 我呀 必须要帮我爸把公司要回来 还有那凯特李 我还以为是个外国洋妞呢 那我找了三块钱 谁比得了你呀 那我媳妇 那那就有外国的系统 爸媳妇 我给你保证啊 我一定要写出一个畅家 我大一批 旧爸的公司 那将来的董事长 还是姜同爸 好好好啊 我等着你 没准啊 你还能给我带回来 跟诺贝尔文学讲什么呢 没意思 你还是不相信我的实力 你看 那我快吃饭吧 我等着你好消息 阿白 余总 怎么回事 凯特总 你们怎么会有这个 我自然有自己的渠道 是事实吗 是事实吗 是事实 不过 这个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合作 一顺百顺 所有的股权之争 都会从我自己股份中稀释 不会影响到美国公司 你放心 这些问题 我们自己都会解决 那为什么不在合作之前 就把这些问题解决呢 凯特总 你们真是冤枉我了 这些 都是我们合作的老伙伴 大经销商 都是姜德顺一首负责 我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会承诺给别人股份 再有就是他们听说 我们公司要在国外上市 苍蝇闻到肉味自然就 对对 就像是狗啊 见到了骨头一样 这个熊猫好像不太上台面 应该这么说 像是蜜蜂见到了花 都过来采采花粉 沾点甜头 不过我觉得这也是个机会 为了激励他们 为公司多创造业绩 也会让他们把这儿 当成自己的舞台 牺牲小我成就大我嘛 那像现在这种情况 你要稀释掉多少你的股份呢 大概会有 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吧 你舍得 公司就像我的孩子 我的命 从三个人的小网站 发展到今天 我其实并没有想 从中得到什么 我只是想看到公司 能够健康地成长 成才 中国人的奉献精神 励志精神 我真的很感动 今天把您请过来 就是为了验证这件事情 合同还没有签 没有 他们对条件有意义吗 正在协商中 那就只能祝你们好运了 你公司人多嘴杂 所以把您请过来 想必您的日子也不好过吧 听说 江德顺把自己的女儿也派上了 都说上阵父子兵 却对妇女党轮番上阵 也够奇葩的 余总 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不行就报警了 不 还没发展那么那一步 放心吧 凯特总 我们都会解决掉 富人之人 总归不是公司的经营之道 在这说了 这么大一个公司 整天上演大闹天宫 影响不好 放心吧 我们会解决 这哪能备 能备啊 你能不能不晃 坐这儿 好 现在好紧张啊 问题是我们已经分析过 讲的这么多了 我说的也是江德顺 我现在担心凯特李万要知道了 会怎么办 没关系啊 他来问 我们解释清扫就OK了 这个凯特李啊 他既然给我们投资了 就要保证资金的安全 你想啊 如果资金出了任何问题 风投公司还不得把他往死里搞吧 所以他现在跟咱们 是一个账坡里的战友 他比我们还要担心出披露了 对吧 万一江德顺要勾结经销商 整我们怎么办 什么意思是 怕他们集体断货 对啊 如果他们要来真的 寄来寄的流量和客户群 就会垮掉 那现在交给凯特李 就是在警告我们 走 这个哪能变法子 江德顺的工资不能停 把江德顺绑到公司里 就是职务行为 他们再漫天要价 就让他们找江德顺去 先来回踢皮球 拖他们一段时间 如果江德顺解决不了这件事 给公司带来损失 那咱们开除他明正言分 有问题 他就是一剃罪羊 可别把李莫拉 那就先拖上一支 以拖待变 各个击破 余总讲的对 一个一个往死里沟 开特 文文 你怎么乖的 我找你有点事 有什么事等我跑完步再说啊 不行 我就占用你五分钟时间 你看一下 对账单 江德顺绑也给我的 你先别管了 你快看吧 弄明白了 整件事到底怎么回事 那我要是不看呢 他说了 这件事对你真的很重要 你要我跟你说多少遍 他就是一个高级打工仔 但是他为公司打拼了将近快二十年呢 而且现在所有人都是为公司是他的 你拿着 你拿着 我今天让你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走 那我们打一公司 天天到甩手掌柜的 你让我打一公司 你拿着 他肯定提了 你拿着 你拿着 必须 你只会 祝你 你 你 有点 我 你 谁啊 谁啊 还有布隆 布隆布隆 我帮他 替我爸着急 那你为什么不把房本拿出来 让我爸打官司 能不能再起了 我爸 你怎么又把奶冲上了 他刚喝过 我是跟你说了吗 定时定量了 哎呀 我妈说得对 这孩子要交到你手里 你无法无天了 我和你妈 今天就是你妈 你妈不在 我们还不会带孩子吧 他要问你我妈的话 你有机会带孩子 别怎么跟那个人家 不说 我妈为了小幸福 那真是尽心尽力的 对 你妈说得对 爱 孩子吃完就得定时定量 哪能说你一想喂 你就喂了 该喂的时候喂 不该喂的时候 你就不能喂 真贵 真贵 真爱 爸爸 哎呦 谁呀 真是谁啊 哎呦 你瞧这小鼠 把护子票 找太老婆去 不是 刚吃饭 你怎么 你怎么真是一根筋呢 都冲好了 喝一口 喝什么 什么叫喝一口啊 你以为你自己呢 孩子吃奶 他就得定时定量的 哪能说 喝一口 你怎么也瞎着他说话呀 不是我瞎着他说话 人家托美娟说得也对呀 你没带过孩子呀 孩子能这么吃啊 我美娟说的呢都不能听 你多吃点没关系 行了行了 有我你孙子饿不着啊 放心吧 不能糟蹋东西 你瞧瞧你那样的 赶紧拿东西擦了 这适合你这么大岁数的人 喝嘛 你说你可真是不糟掉 你 请你算好了告诉我 我给你打过去 咱不能白住别人家 我忙要去接你 拜拜 来 来 凯特总 请 凯特总 请 凯特总 余总 你好 这位是我的健身教练 刚会负我的健身 哦 则嫩你先去等我吧 一起吧 不用了 你们工作吧 我在那边等着 好 开灯 就是你 都是江沙舜许诺给他们的 既然许诺了 我也不能无信无义 您可自己少赚点 少持有一些 也不能亏欠那些 伴随我们多年的经销商 结果呢 他们就是不签是吗 这件事情啊 咱们好听了说啊 江德顺对他们有扶持之恩 他们一直帮着江德顺说话 但是往南听了说 他们就是忘了本的 不知道谁才是这个公司真正的 当然了 我们余总啊 也没往心里去 这件事情还是让江德顺自己去摆平 对吧 那就是说江德顺已经被你们官复原职了 法治社会怎么允许他这样苦作非为呢 你们要知道 你们对江德顺的人词 换来的是他得寸进尺 来头啊 教话不能这么说 虽然说 公司仅仅要讲的法治 但是也不能忘了人情 江德顺在公司前期转型的时候 的确立下了汗马 而且他和经销商的关系 不是一般的矫情 我做事的原则就是 宁可别人负我 我也不能负别人 如果你们觉着 付给江德顺公司 不符合你们公司的账势 那我自己负担 云总 噌 你能不能躺在功劳部上睡大觉 这样公司怎么发展 你被他绑架了还在帮他说话 我对你这个行为很无语 凯特总 我记得当初我们有个约定 你们只负责公司管理上的监管 并没有决策权 余总 麻烦你给我解释一下 吴淡如怎么回事 这是我购买吴淡如股份的记药 在风投公司进来之前 买吴淡如股份的钱 你是从哪筹来的 香银如股份的爱情 好 你要说这件事情啊 那是我们余总坟上最黑暗的事了 不但把自己的房子卖掉了 还把老父亲的房子也抵押了 这才凑够了足够的钱 收购了无弹部分 这是余总卖房的交易单据 和银行账务万能行 对 凯特你给我出来 你怎么在凯 凯特你怎么在凯 凯特脸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余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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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快克力吧 我认识你吗 你以为我想认识你呀 我听到你的名字就觉得恶心 我告诉你 赶紧带着你的头子离开这儿 精神病院跑出来的吧 来这儿放风花 精神病院跑出来的还有意可知 不像某些人病入高方自己都不知道 有其父必有其女 你青春越来而顺越来 把手伸进别人的包里 是你们的家传吧 现在是你的手伸进我爸的包里 我告诉你 你自己得把你的手拿开 只可惜呀 这个包是余总的 公司是我爸的 是一副财霸占我爸的公司 霸不霸占不由你说了算 由法律说了算 你了解多少 公司是我爸一点点拼出来的 当时余才那包公司 三个半人都快倒闭了 是我爸一点点把他做活动 达到今天那儿的局面 告诉你 你赶紧撤资 回去告诉你老总 否则后果自负 中国是法治社会 不是世界 由不断你在这儿散播 公司是我爸的 如果侵犯到你爸的权利和利益 你可以去告诉你 那是因为我爸不想伤害到 他二十多年的公司 他不想走这一步 也不想伤害到不明真相的你 大家好聚好散 我告诉你 你要是再执迷个步的话 那就是你咎由自取 是你咎由自取 好了好了 冷静一点啊 别这样 别那么冲动 自打你那宝宝生病以后 你爸我已经好多天没上班了 作为员工 这样做有点事 员工 你说我爸是员工 你还真把你自己当老总了 余思 你冷静一点 别冷静 余思 我看你自己当老人 你再帮我报警了 我告诉你 报警 好 那你报警啊 快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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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流血了 走 走 快 快去医院 快去医院 达徒 报警 别报警了 这年人是个孩子 马上到医院了啊 啊 啊 成了 哎呦我多邪哦 哎呦 三块 三块 吃吧 吃吧 好 李总 你没事吧 嘿嘿嘿 哎呦假的 咱俩来的血吗 这是 哎呦 戏法人家会 可我巧妙不动 哎呦 余总 你真是厉害啊 我扶了你喽 王农 真是不明呀 帮他学后去 在里面 这是这块开探铃 多简单 我把文件来的传过去就行了 非要谈 不是会所谈吗 还非要上公司 还得必须批批批课给他演示 哎 这样的 幸运今天我要准备 要不然 御总 小弟真是干把瞎崩啊 哎呀 那�子是太厉害了 你说这凯特李瑞 是不是天天跟你讲的事较劲啊 弄得什么事都不好办 郁总 我觉得老这么躲着江德顺也不是办法 要不他买个干净利做碎 干净利做碎 经销商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商人得利 就是无奸不善 拿江德顺当挡箭牌 就是为了把这些经销商 一个一个拿下 但是凯特李太讨厌了 这 这是我讨厌的 江董 现在所有的协议都按照您的意思 先战成签署 而且今天那边我也安排人过去了 而且司库项目里 给你按照您的意思 让强劲人去打头阵 爸 不好了 江天被派游所抓了 好 我知道了 亲爱的 你就让江董多抽点钱 给大卫做补偿行吗 你别让江天进去拘留了行吗 就算没得商量 走法律程序 还有一个被他伤的人 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 我打算一块儿算 这样 我替我媳妇向你赔礼道歉还不行吗 警官 你把我媳妇放了 把我押起来 这是你能负责任吗 人家不同意调节 这不是都调节半天了 你回去呢 给孩子收拾点东西 我估计他得在这儿带 江哥已经被警察带走了 放心吧 有网组所长 任正、王婉和办公室的员工都在 物证齐全 这里没你什么事了 你也出去吧 那我先出去了 余总 凯特李电话 喂 余总 凯特李 你怎么样了 我没事 那个伤口不是很大 但是挺深的 流了不少血 那现在脑袋跟炸了似的疼 江天已经在派出所了 我们都在这里 警察还没处理吧 你抱我去 这事就别惊动警方了 咱们自己跟他解决就行了 没多大事 做错了事 就应该承担责任 江天是我从小看着 长大的孩子 那怎么可能让他 因为我进基督所 那这 余总 他是成年人了 做了事情 就应该承担责任 对了 你怎么样了 我没事 那你到派出所来 留个笔录吧 留个证据 什么还笔录啊 他不是想故意伤害我 他可能就是手一划 还没留神 神疯到我了 因为刚是我砸的 没有把你脑子砸开 表情都算便宜你了 你看你看 他就这样 明点同志 我签字 那你再签字吧 来着说把你的病情担待了 不可能 我怎么可能跟江东 我们俩因为这事撕破的 我对他只有感恩 我不可能再给他找麻烦 那你跟警察说真的没事啊 我不跟你说了 那个 胡事要给我保障 啊 警察同志 我还有什么事吗 没事我先走了 没你什么事了 你先回去吧 人这儿晚晚留一下 等下坐下笔录 亲爱的 你说这孩子真是吉人 你说像这种情况派出所 他能怎么处理呀 我儿子对这个大卫 可以说是软硬兼施 是恩惠并用 那大卫 对钱都开始感兴趣了 这凯特 凯特李 他愣是不同意 怎么这世界上 还要对钱不感兴趣的人呢 这 奇了怪了 谁跟你实在呀 把钱看那么重 现在我跟你说吧 你就是一钱串子 怎么又收起我来了 我那房子 对于得事的公司来说 不过是九牛一毛 别说你那房子事 没人要你的房子 买姜天啊 姜天怎么办呢 这急死个谁呀 人家反正派出锁人家 肯定是公事公办 主要这一副财 他怎么这么没有良心呢 这人 不是 真是 我都没想到 这于叔叔 还真能搞我妹呀 说到底 你们 包括我 咱们都太善良了 还得顺呢 公司都让人家给弄走了 要不怎么说呢 化人化故难化故 知人知面不知心哪 不行 不能这么干等着 我呀 去跟派出锁交涉一下 我要跟他们证明一下 姜天是一个好孩子 派出锁哪能听你这个呀 妈 您都不知道 我这一听见小幸福哭啊 我就想起我妹来 您说我妹在派出锁待着 这多小孩子呀 还不知道我得多少天呢 你们吃啊 我过去的 哎呀 余老妹啊 我觉得奴旧不下去啊 应该让那个江德顺知道知道痛 对付江德顺不能用那种 吓死烂的招 我得让他知道 我的格局和魄力 慢慢吃啊 没有魄力和的格局 来 去吃 吃了 嗯 怎么了 你明警跟我说 原本是打算让双方协商解决 可是对方死活不同意协商 你现在看来 姜天可能还真得 这怎么办呢 这个 不同意协商啊 那就是要整姜天呢 整姜天就是整得顺啊 分析得太对了 老子 哎 哎 回来了 哎 怎么样了 哎 哎 待个两三天在里头 哎呦 哎呦 还在两三天啊 你不是认识被王所长吗 你通往一下是 哎 认识不认识没关系 你看多大大事啊 哎呦 哎呦 提我呀 提我不就没事了 是是是 你一会他就回来了啊 哎哎 我吃 我吃饱了 我吃饱了 嗯 嗯 这 这 这 那个 我看主 American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你喝多少酒这是 这孩子 我没事 我喝点点 我告诉你们啊 我今天特别高兴 那个我打响了第一站是不是 是是是 你才不关我吗 我就等他来给我最佳一等 是不是 他太怂了 他太怂了 来了以后就给我放了 怕我是不是 我谁 对 对 对不对 我明天就去找一个孩子 我见他一次打他一次 打他一次 这可不行 打我告诉你 行行行 我没有喝多 我告诉你吧 我告诉你吧 我明天就去找到个巴默公园 那我就要喝 我不是要喝 哈哈哈 中文字幕——YK